隨著離預定上市的 2020 年越來越近啦 由萬代在今年衣衫展上發表的 《時空幻境傳奇》系列新作 終於在近日又有進一步的消息啦 不知道沒有 follow 到這款作品情報的各位 看完這個畫面之後 試試跟秦文一樣想要趕快玩到這款遊戲呢 本作 Tales of Arise 破曉傳奇 是《時空幻境傳奇》遊戲系列的最新作品 採用 Unreal 4 引擎開發 故事以兩顆相鄰的姐妹星球達娜與蕾娜為背景 玩家們將能化身為手握眼之劍的阿爾菲恩 或者是能夠釋放治療魔法的子怨 在正常上立抗強敵 就目前所釋出的情報可得知 遊戲整體劇情量將會非常龐大的 而且在正式上市之前 也將會立即支援繁體中文字幕 不管是對於劇情想 還是喜歡 RPG 遊戲的玩家來說 應該都是一款相當適合的作品 各位看完若覺得有興趣的話 不管可以好好記下名稱來觀望一下 畢竟整體畫面以及打鬥風格 都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 或許這部破曉傳奇 又會讓你滿刀爆炸的 2020願望清單褲 多一款必玩的新遊戲喔 今次回到這部破曉可 我不會有什麼事